第十二季的SBL即將開打 在新的賽制當中 七支球隊兼額六張季候賽的門票 讓歷行賽更有看頭 其中在上個球界墊底的台灣銀行 擺脫爐主是新任總教練 洪俊正和球員們最重要的工作 新科的選手狀員林志維的表現 更是受到高度期待 他透露目前團隊練習的氣氛 OK 自己融入新環境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從四月份就開始 就開始集訓到現在 所以就有很長一段時間 就慢慢就習慣了 對啊 球隊老早開訓 在時間上相對的充裕 而且內容也相當精實 每週練習六天 有時候一天要練到第三回合 讓不少球員是大喊吃不消 不過林志維卻顯得很淡定 除了對於新挑戰有著期待 也透露這兩年 在中華隊國手培育的席底下 球技更心態都更成熟 也成為前進SBL舞台 相當重要的經驗 亞洲杯跟瓊四杯 就因為透過這個比賽 可以就先熟悉一下 就是各隊洋將的那個強度在哪裡 所以就像一下上來比較不會 不會就是那個成績 一下跳投這麼大 就至少有點習慣 那些比較資深的球員 就是對到不會怕他們 身為球隊子弟醉菜 同時也是年紀最小的學弟 加上選秀大五年撞元郎的頭銜 都讓林志維受到更多專家 和球迷的矚目 坦言有點小小壓力 迎接菜鳥球技 目前最大隱憂是左腳阿基里斯健的傷 還沒有康復 什麼時候可以百分百的 在球場上奔馳 對於林志維跟台灣銀行來說 都是相當關鍵的時刻表 我來地區郭靈陽黃花軍台北採訪報導